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画面的情景 这个坦克停下来了 在西长安街六部和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 从身后在追杀 袭击了我们这些和平的特理广场的学生 在那里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 也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受伤 致残 所以今天我作为一个六四屠杀的一个见证人 一个幸存者 一个坦克下的一个幸存者 所以在这里希望大家记住 记住六月四号1989年六月四号的那影片 我们不经历过 他们为大陆封锁 我们都知道 我就给他们接受 他们不知道 他们都不知道 知道人不多 心中的痛 很感动 大陆封锁 大陆那时候最好的一个机会 是 是 小陆封锁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